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九州的东皇 大家都知道 蓝这个英雄啊 是一个非常能秀的英雄 所以不管是低分段或者高分段 一直处于那种非半必选的这种状态 今天架巧这场对决啊 对面又选到这个蓝了 那你们就看一下我这个老东皇是如何针对一下他 让他感觉到这个游戏不是这个样子玩的 好了 这场对决 我依旧是拿到对抗了这个东皇啊 跟我对象是一个关羽 你们看这个关羽是真的有点逼 在我面前花礼物上 要知道敢在这个东皇面前 抢上那些花礼物上的必死无疑 是不是 打到这里 大家肯定就说 哎呀 对方这个关羽又是不会玩 对方关羽又是一个演员 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打对抗路的这些英雄啊 他们总是不明白这个东皇的伤害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等他们知道这个东皇的伤害 想跑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这场对决啊 对方的这个关羽是非常的会玩 我为什么说他非常的会玩 等一下 你们就看一下他的这个操作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咱们就简单说一下 东皇去对线这个关羽到底该怎么打 因为关羽啊 被我干掉一血之后啊 他现在知道打不过 他就会选择在线上把这个兵线清完之后 他就会去中路啊 或者其他路支援 如果看到他不在线上的话 咱们就给队友发一下提示的信号 这波我是没有给我方中路发提示信号 就导致我方的这个王昭军被关羽直接给干掉 所以咱们打上路的时候尽量能提醒一下队友就提醒啊 因为队友的这个意识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 你就得多提醒队友了 好了 现在看到上路是没有视野的 咱们来到中路给我方队看一下视野 但是没有看到对方的这个视野 咱们就继续回到自己的上路 因为兵线已经到了 关羽上来一大刀 又把这个兵线快速的给清理掉了 没关系 他清兵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咱们清兵线的同时就给我方的队友发一下提示信号 清完兵线看到我方中路这里准备爆发这个团战 咱们清完兵线也赶过去支援 要记住一点 你只要清完这个兵线也赶过来支援 虽然晚一点也是没事的 好了 看这帮对方的主行生想上来求操作 咱们一个新大法配合我方的王昭军 直接把他给干掉 对方关羽上来一大刀把我给干掉之后 我方的这个加罗已经是起飞了 直接抬走对方三个 刚刚这波团战打的也是非常的好 我一个人换掉对方的四个 咱们这波继续回到线上 看到关羽上来又是给我一大刀 真的是有点皮啊 在我东方面前绣这些花礼服上又是一跺脚 他开大把我推进塔下 咱们一个新大法让人原地发展 不要让他再推了 咱们闪现 往他身后还差那么一点伤害 这波主要是我细节处理不到位 我如果先丢三颗地瓜的话 他会直接先挂掉的 所以两个同等水平的这个召唤师 打这些对抗路 都是看细节 哪边细节处理的到位 哪边就可以拿到这个人头的 现在把对方这个关羽打残血之后 他是回家恢复状态 咱们就能推塔的时候 尽量先点塔 关羽上来 咱们三颗地瓜没有打中他之后 状态不是很健康 咱们回塔下把自己的这个蓝量 回复到最佳的状态 要记住 玩这个冬环 你一定要学会把自己的蓝量控制好 要不然 没有蓝的这个冬环 简直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看这波 对方这个关羽 想上来花里 不知道 三颗地瓜没有打中 如果我打中他的话 我上去一个新大法 他肯定这波直接挂掉的 真的是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自己都笑了 哪里有这么多如果 如果的话 我已经把对面五个直接干掉了 好了 这波看到中路爆发这个团战 咱们赶过来支援 还是有肉吃的 看到对方这个铝布 花里 上去一个新大法 直接祝他幸福 这次我状态不是很健康 你们看一下 对方这个土形 也是有点花里 居然敢在我这个老冬环面前 绣这些花里服刷 等一下咱们要干他了 我真的是 一玩这个冬环 我最看不惯 对面哪个英雄 在我面前绣这种操作 我有一句 那个口头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你越绣的话 我就越有劲 好了 看这波 对方这个关羽 来到线上 清兵线 我状态不是很健康 咱们就回塔下吃一个雪包 看来一眼小地图 对方中路消失 这个视野 咱们小心一点 本来我想 清完这个兵线 去下路支援 你们看一下 对方这个主行孙 他应该是感觉 他自己非常的不幸福 他想让我这个老冬环 祝他幸福 那这波 我们把它祝幸福之后 差一点就把对方 这个关羽给干掉 这波我原以为 他会直接往回走 没想到上来一大刀给我 好了 瞬间回程术 刚刚我上路一打二 是丝毫不亏 把对方这个主行孙给干掉 现在咱们看到下路准备爆发 这个团战 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支援 对方的这个马可 也是真的有点皮 用他那个支水枪打在我身上 还是有点痛了 现在又看到对方这个蓝 想切我方的这个射手 咱们上去一个心脏吧 这盒队友直接把它给干掉 伤害打满之后 转身三颗地方赶紧安全的撤退 好了 看这波 咱们回家恢复状态之后 来到线上 本来想继续清这个兵线 就往回走了 这时候对方这个马可和土行孙 两个人上来搞我 最终换不掉了 继续 瞬间回成树 咱们来到下路 有这个兵线快速的给清理掉 小地图看到我方的队 在上路爆发这个团战 咱们清完这个兵线 又举最快的速度赶过去支援 这时候对方这个关羽 已经拿到三杀四杀 我过来送五杀了 哎 没想到对方这个关羽 直接被塔干掉 咱们先把马可干掉之后 还剩下两个人想跑 是不可能 闪现呼拉圈转起来 你们看一下 对方这个铝布 还在我面前 花里不少的秀 咱们三颗地瓜 直接祝他幸福 这波直接拿到三杀 非常帅 好了 跳过无聊的后面 咱们来到野区的这里 转移 看到对方这个铝布 往这边走 转身 三颗地瓜 把它黏住 配合我方的加罗 直接把它干掉 现在把铝布干掉之后 咱们继续在这迂回一下 看了一下土行孙的这个位置 往我们这边走 咱们在这里蹲一波 土行孙也想在这里蹲一波 然后我方的这个加罗 果断闪现上去 看到关羽的位置 咱们闪现上去一个新大法 让这个关羽原地发展 好好 我是完完全全把这个关羽给吸住 要不然关羽刚刚进场的话 配合那个土行孙 可以把我方这个加罗给秒掉了 现在状态不好 咱们清完龙 就赶紧回家恢复状态 好了 回家恢复状态 看到我方加罗和要两个人绕后 直接给对面包了一波这个角色 看了一下 视野对方这个难想进场 咱们一个新大法 让他原地发展 这才队友直接把他给干掉 这时候对方这个关羽 在这里非常的能秀啊 起飞了 配合我方的王昭君 直接把他给干掉 其实我们打这波团战 虽然把对面四个给干掉 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的这个线权是非常的不好 差点我上路这个塔 也被对方这个龙给干掉 你们看一下 对方这个土行孙 说了一句真的烦啊 他主要是在进场的时候 被我吸过了很多次 好了 别管他了 看一眼对方的这个马可 用他止水枪打在我身上 花里扶哨 咱们两颗地瓜解除一个新大法 直接祝他幸福 我怎么感觉 对方这个马可 他是非常的自信 他以为那个止水枪 一说止 就可以把我给干掉 玩马可的人 是不是都这个样子的 好了 这波看到对方这个关羽 在上路一个人单带线 咱们给他来一波这个薄角之 想跑是不能三颗地瓜 风走位 这波我是浪费一个大招 所以有时候 我玩这个东方 有一个臭毛病 总想真 拿这个大招去抢人 他这波真的是非常的浪费 现在来到对方的野区 呂布在这里引诱我上去 我也是被包饺子的 闪现过去也是跑不掉 最终被直接助幸福了 还好吧 我这波把对方这个呂布的大招 也给骗出来之后 我方的中路又爆发这个团战 要上去消耗一波之后 对方这个马可还想跑 我方加罗闪现上去 把他直接给秒掉 吕布是没有大招 上来也是送菜的 继续瞬间复活术 看这一波 对方的人全在中路这些草 想一一波 咱们三颗地瓜试探一下位置 本来我想看一下 左边这个蓝的位置 但是这种情况 只能放大招给吕布了 把他秒掉之后 对方的这个关羽进场 咱们两颗地瓜 减速一下 不拉圈转起来 就差那么点伤害 我是空血加位力 最终还是跑掉了 现在状态不是很健康 咱们就不要回家 呼噜呼状态 把一件装备卖了之后 就把这个霸子重装 利用霸子重装的这个背头 回一下这个血量就可以了 我方三路的这个线圈 是非常的不好 咱们就在上路 继续把这个兵线往上面带带 看来一眼 小地图啊 对方的这个马可 一个人在这里 偷我方的这个蓝buff 我方的队友赶上去 这时候他居然没有往回跑 还非常的自信 想在这里秀操作 咱们闪现上去 直接到他脸上 一个吸引大法 配合队友直接把他给干掉 我方的这个张飞啊 人头抢的还是非常的可以的 现在咱们就继续来到上路 把这个兵线 想办法继续带上去 但是我没有蓝 你不挑了一个大招 带着清兵线 咱们就不要管他 看来一眼 我方中路这个王兆军被干掉之后 对方的这个蓝在这里秀操作 我没有看到我方甲罗 这个已经赶过来 要不然我吸他 也是直接倒就干掉了 所以有时候在玩游戏 玩得太久的情况下 我也是非常的迷 刚刚这种情况 居然没有看到这个蓝 好了 这包中路爆发 这个团战 我又是没有按到这个大招 又犹豫了一下 最终被对方消耗至残血 被瞬间给秒掉了 剩下的就只能看我方的这个队友了 看一下我方的这个加罗高射炮 还是挺抹 这波怎么说呢 还是不亏吧 打了一个三话啊 好了 队友复活之后 这里就是最后一波啊 看来一下对方这个马可 有点花里不少 我都说了 不要在我这个老洞华面前 秀这些花里不少 咱们配合我方的加罗直接把他给干掉之后 吕布跳大进场 最终让他跑掉 咱们就不要管他了 中路是有兵线 咱们就想办法直接一波 别浪费这个时间 好好的保护这个兵线就可以了 来到这边看视野 对方的这个蓝想绕后 咱们不要给他这个机会 再来继续看着这个兵线 对方的这个关羽 想进场清兵线 咱们上去一个新大法 我方的队友这个伤害还差那么一丢丢 蓝进场 也是最终被我方的队友直接干掉 现在对方被抬走四个之后 就剩下一个关羽 也是无济于事 我方的队友直接把他给干掉之后 就直接点塔 觉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好 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九队的东黄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小手帮忙点赞加关注哦